B链和在大家好 我是Michael又到了周末了 又到了该和大家总结一下 这一周到底在币圈链圈和矿圈 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件 或者说这一周我到底在关注什么消息 先来进入今天的top5 round5 好这周排名在第5名的消息 Michael选择的是以太坊 因为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新华社和央视 连篇累读的报道了 今年数字货币比黄金比股票 比美股很多投资品涨幅要高的这个消息 并且指名道姓的提出来了 以太坊今年的涨幅达到了164倍 好是领跑所有的加密数字资产 追踪以美元计价的主要加密货币的 彭博银和加密货币指数 今年迄今涨幅是接近了70% 那相比之下的黄金的涨幅呢 则是只有20% 强劲的上涨不仅帮助加密货币跑赢了黄金 也超过了全球主要股市 债市和大宗商品市场的收益率 如果单从投资回报的角度来看 加密货币可以说是今年迄今为止 表现最好的资产之一了 主要加密货币当中的涨幅 最显著的可能就是以太坊了 CoinDesk的统计显示 以太坊今年迄今为止的涨幅 达到了169.4% 而比特币为49.48% 当然以太坊上涨背后的逻辑 有DeFi有2.0的发布 有它的生态的这种完善 和它基金会的努力等等都有原因 但是这个信号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主流媒体从之前对加密数字货币 特别是比特币以太坊 这些数字货币的讳莫如深 到现在可以指名道姓公开的 去发表这样的评论 去代表这样的主流的价值观 来说这样的投资标的 领跑黄金 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风口 或者说这种人们意识的这种松动呢 数字资产意味着它越来越获得大众 和这个主流的认可 特别是今年的明星项目以太坊 那么同时呢 微省也在本周六的晚上八点钟左右 通过推特发表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消息 就是说他刚刚将自己的这个以太坊的 2.0测试网上的 Modella的lighthouse节点升级到了2.08 而且呢他说呢这个网络的表现是好于 它的预期了 同时还修复了磁盘使用的问题 就是说2.0这个升级 微省是势在必行了 当然2.0的升级会不会对以太坊有影响呢 利好是肯定的 那对于我们之前所推出的以太坊的挖矿 会不会有影响呢 大家可以放心啊 那据这个专家们的这个预测 以太坊2.0要想在短期内获得上线 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 那么至于什么是以太坊2.0 Michael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 专题来跟大家分析 以太坊2.0怎么理解它 它有什么样的进步 或者说它有什么样的迭代的变化 那这里呢 只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 以太坊2.0就是为了解决它TPS不高的问题 因为大家知道比特币的网络 每秒钟可以进行7比的TPS 那么到了以太坊呢 翻了一倍 大概是10GB左右 但是对于现在为止 以太坊的应用来讲 还是非常不足够的 这个DeFi的这个 UNI发行一个就空头400个UNI币的时候 那个网络卡的就快要了亲命了 对吧 所以看得出来以太坊的这个承载能力 是非常有限的 但是V神又不想放弃 现在已经非常成熟 非常受大家认可的以太坊网络 那怎么办呢 怎么样升级它呢 所以就是高速上面来进行这个换车 以太坊已经像是一辆高速行驶列车了 那么这时候呢 V神要再搭一辆和以太坊同时进行的这个列车 两辆车在高速运行的同时 把货物慢慢的装到这个新的车上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难度和它的这个危险性都是同时存在的 那么据很多人的预测呢 以太坊2.0要想改变它的算法 改变它挖矿的方式 至少还需要5年的时间 所以现在布局以太坊的这个显卡挖矿 就是在这个以太坊即将起飞的时候 搭上它的摩托车 所以大家一定要掌握住这个新的趋势 好 本周排名Top4的消息呢 来源于新京报的一则简讯 国务院印发了北京自由贸易实验区的总体方案 并且方案提出呢 要支持人民币数字货币研究所成立金融科技中心 要在北京建立法定数字货币的实验区 和数字货币的金融体系 依托于人民银行贸易金融区块链的平台 形成金融贸易区块链的标准体系 之前呢大家知道这个DCEP呢 已经在成都在这个深圳 在这个熊安新区有过试点了 那么这一次在北京正式提出来 要把DCEP来试点的话呢 是不是意味着DCEP和我们老百姓 正式见面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呢 那么如果DCEP如果能够如期发行的话 咱们先不说它的这个超越美金等等的地位 如果DCEP真都能够成为一个数字货币的一个稳定币来讲 那么大家想一想 它和我们现在常用的USDT有什么样的区别 USDT一直无条件的增发 它到底有没有这个美元资产作为托底 这是一个谜 但是这个以公司信用作背景的DCEP 大家都一直在担心 它会不会哪天有突然爆雷的风险 但是如果DCEP这样一个 以国家信用作背书 具有无限法常性 有13亿人民做共识的这样一个稳定币 你觉得USDT能不能竞争得过DCEP呢 反正从我个人来讲 我是不会再选择USDT的 我一定会用DCEP作为稳定币的首要标的 好 来看本周的Top3 Round3 好 本周Top3的消息来自于DeFi项目 大家知道上周UNISwap向它的用户空投了 如果以它的发行价3美金来记的话 大概4.5亿美元的UNI的token 那么此举一来是防守反击 对于SUSISwap的一种反击 但是这样做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 有一家非常权威的 DeFi的研究机构就给出了一组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数字 今天可以给大家来分析一下 那么这个研究机构 首先它表明 他们的研究发现 就是从今年开始 网络上面的USDT 如果从交易所 以交易所作为一个介质的话 它的研究数据表明 USDT从交易所是净流出 大概有19亿美金的USDT从交易所流出 所以说虽然说交易所可以去狙击 DeFi的项目强行上币达到控制币价的目的 但是还是没有阻止交易所在失血的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说近期之内 如果DeFi项目依然在暴涨的话 那么一些中小型的交易所的风险一定是非常高的 大家要注意安全的保存好自己的数字货币 分散存储 这是最安全的方式 另外跟UNI相关的数据 就是说它研究 从9月1号开始空头之前到现在为止 一共有9万个地址拥有了UNI的币 其中大概有50%已经把币卖掉了 那么有另外50%的币 也就是说大概有2亿多美金UNI的币沉淀在了UNI的token当中 那么这个地址是公开的 大家都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来查询得到 那么再一个UNI的空头给以太坊网络造成的最强烈的影响 大家从下面这样图上就可以看得到 在UNI空头之前 以太坊的网络交易手续费大约是10万多美金5个小时 那么在开始空头之后的10个小时之内 以太坊的全网的手续费涨了将近10倍 达到了90多万美金 这是今年以来 以太坊每小时gas费用的最高值 那么这些gas费用去哪了 就是被全网的以太坊矿工所分配掉了 所以如果你在之前有布局这个以太坊挖矿的话 那么相信这一波你是撞到了 以我们这个588的这个显卡矿机为例呢 平时平均下来每天是0.02个以太坊的这个产出量 但是那几天大概是0.07最高 最低也是0.04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收益 好来看本周的Top2 Round2 好本周的Top2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Fi coin的消息 上周跟大家讲过 Fi coin已经进入了第二轮的太空竞赛 那么第二轮太空竞赛赛的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Fi coin Space Race 2 Selling Shark正式启动 什么叫Selling Shark 简单来讲就叫砂灵分片的技术 那么我们第一轮比的是一个存储 对吧 那么第二轮比的就是你的存储 简单来说就是能不能被整个网络检索到 你这个存储是不是持续可用 你能不能对Fi coin的网络 对IPFS持续的提供价值 就是要比拼的这个能力 所以在这一轮竞赛当中将会是以后 Fi coin或者是IPFS走向应用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基础 这一轮竞赛通过之后 相信Fi coin真正和大家主网上线的日期 就已经非常近了 最近群里面很多小伙伴都在讲 这个鸽王是不是又会放鸽子了 我觉得没关系 让他再磨叽磨叽吧 我觉得好菜不怕晚 我们再等等 应该很快了 Round 1 好 今天Top 1的消息同样来自于USDT 非常著名的数字货币评级机构 维市评级最近正式对USDT发表了一个审计报告 他认为USDT存在虚假的这个增发 并且没有足够的美元资产作为托底 这是一个USDT到目前为止最实锤的一个官方的一个证明 之前大家只是怀疑说这个泰达币 到底有没有像他的这个之前宣称的那样 每发行一个泰达币就有一美金作为支撑 对不对 但是这个维市评级机构的同时也对USDC 证明了他的这个价值 他说至少有五家财务管理公司正在对USDC进行审计 并且推荐大家使用USDC 所以现在官方的这种说法我觉得也是一个悖论 有时候数字货币它是用共识来决定的 虽然说泰达币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但是USDT的共识又是如此的强大 以至于大家会认为说我使用U 是我讲到U就是讲的USDT而不是USDC 对不对 但是数字货币的去中心化和这个它的共识之间 又是一个不可调和的悖论 那么到底我们是应该信任它的共识 还是应该追求它的去中心化呢 这个问题交给大家自己去思考 那么希望就是我们这一周书里的新闻 能够对大家产生价值和影响 都看到这儿了 希望大家对我们的这个节目点赞评论 或者是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周再见 感谢观看